佛陀死后还存在吗? 在佛陀死后究竟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问题? 在佛陀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了 一群苦行者请问佛弟子这个问题 但却没有获得满意的答复 佛陀的弟子阿洛流陀将他们的对话转述给佛陀听 佛陀在考虑了提问者的理解能力之后 通常以监默来回答 不过这一次提问提的是阿洛流陀 佛陀于是回答了 啊阿洛流陀 你认为形式即是识 是永久的呢?即是常 还是不永久的呢?即是无常 阿洛流陀就答 是不永久的世尊 那不永久的东西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呢? 佛陀问 是痛苦的世尊 阿洛流陀这样答 对于那些不永久的 对于那些不永久的痛苦的和无常变化的东西 你认为这个是我 这个我的灵魂或者永久的实体 你这样的认为是适当吗? 是不适当的世尊 是不适当的世尊 你认为无常的 认为无常的 阿洛流陀答 是不适当的世尊 阿洛流陀答 是不适当的世尊 佛陀说 所以无论是 识 受 想 行 识 凡是关于自我的 他人的 愚钝的 敏锐的 低碑的 超越的 远的 近的 所有识 受 想 行 识 都应该以正确的知识理解成为 这个不是我的 这个也不是我 这个也不是我的灵魂 这样的了解 一个高尚而有学识的弟子 才能够从识 受 想 行 识中觉醒过来 觉醒了 他能够控制他的激情 然后摆脱他 人解脱激情 而成为解脱 而内观他本身 我是解脱者 他看不到 不生 即不死 我已经过修行生活 和做了一切必须做的 我不再生受业报了 阿洛流陀 你认为识是如来吗 阿洛流陀答 不是呀 细尊 阿洛流陀 你所看到的 你以为识 是在如来之内吗 不是呀 细尊 你看到如来 离开了识吗 不是呀 细尊 你看到如来 在受 想 行 识里面吗 不是呀 细尊 阿洛流陀 你认为如来中 是没有识 受 想 行识吗 不是呀 细尊 现在 阿洛流陀你自己看 既然如来 不能够无识 受 想 行 识而存在 你还能够说 这位崇高尊贵的佛 怎样怎样吗 你还能够有下面四个问题提出吗 一 如来死后存在吗 二 如来死后不存在吗 三 如来生前存在 而死后不存在吗 四 如来死后既存在 又不存在吗 不是呀 细尊 佛陀就说 很好 阿洛流陀 以前和现在我都是这么说 唯有苦涕和苦灭 才是真理 以上是相应部 阿洛流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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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非常值得换味的 虽然佛陀 这种解释 不能使很多人满意 因为这个不是法文者 心中能够知道的事 真理是不能够满足激情的 是最难令人理解的事 是最难令人理解的事 阿洋流陀 阿洋流陀 感谢观看